大家好 我們都不用介紹了 相信觀眾都經常見到我們兩個 今天我們講甚麼 今天我們講一下 我有朋友試過夜晚睡覺 被人吹耳朵吹醒 我也有類似這樣的經歷 因為你知道我自己也有做 找我看風水或認識我的朋友也知道 其實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除了幫人批命 看風水之外 我自己也有溫定一些首飾 做批法 所以很多時候 早上我還會幫人申請商標 很多事情做 很多時候我批書命 很多時候我等到半夜做 我回到家吃完東西 洗完糧便開始在書房便開始批 有時批到兩三點 有時四五點 如果是好生意的話 很多時候我晚上算 很安靜 我跟我男朋友睡覺 我繼續在書 算了算了很奇怪 有道氣 經常跟我吹耳朵 有道氣 是 我一直在船 不斷吹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沒有風 沒有理由有風 也不會吹耳朵 一整身吹 很奇怪 我便算了 有時聽到一些筆跌進去的 那些筆跌進去的聲音 有時是很接近的聲音 那房間裡只有我一個 我便在想 我知道你存在了 你的心在想 你知道你存在 是的 是的 我說 但有時 譬如我累的 我最終知道 我知道你存在了 行了 我睡覺了 我便離開了 有時我真的有多事情做 這是我單方面想的 到有時我真的忙的時候 我聽到這些 我會很吻的 我放桌桌子 我這樣 不要搞 我發覺真的 我大聲罵完之後 沒有了 沒有吹聲 什麼跌了 沒有的 真的沒有這些跌東西的聲音 你們聽到真是跌東西 假裝一聲 不是樓上不是樓下 我明白晚上是比較靜的 但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 我知道行內有很多師傅 根本上太陽下山 都不會出去看風水 其實生命都不應該這麼晚算 有時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 半夜就算 所以晚上也不會算 會好一點 是嗎 是的 好 大家想知道這麼多資訊 可以去HK026.com 拜拜 拜拜